小小的玩具就有那么多的学问 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 赶快拿笔记本记下来 因为真的是 我们如果把这些很好的梳理一下之后 玩具就可以变成最好的教具 而且承载着儿童的快乐 不过有一点我不同意你刚才说法 没记下来也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关注我们家务市的主人的微信公众账号 回复俩字玩具 就有更多的知识等着你 好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条 树洞的问题是什么呢 做全能主妇真的是太累了 现在都说996上班是最辛苦的 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的24小时工作制 家里面有一个小的破坏王 每天跟在儿子后面收拾 真的是谁能帮帮我 说到这个事情 我和很多妈妈们简直是吐槽 宝宝就是一个拆迁破坏队 你知道吗 一个人的队 对 一个人的队 他经历实在太旺盛了 一会儿整个墙上 你铅笔涂完之后还胡相皮泥 然后吃饭的时候汤撒饭撒 然后他一路在吃零食的时候 整个罐子就在那边倒着走 对 然后拆包的时候一跳 啪啪然后撕到处都是 你这个淘气宝宝一出现之后 你的工作量不是成倍的增长 是成几百倍的增长 那你是怎么解决 你可是我们精致的 智慧的家务室的主人了 我原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幸亏我参与了那一期节目 好好认真地回看了N店 你知道吗 然后真的是 根据我们一个自身的经验 就可以总结出 我宝宝平时是喜欢 比较好动的还是比较好劲的 然后他喜欢模仿嘛 你在那边扫地的时候说 宝宝你来看 是这样扫地去你试试看 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你是在邀请他和你一起玩一个玩具 而其实这是在做家务 有时候我们在拨痘痘的时候 在那边我会特地拨开的时候 就一挤 那个痘痘蹦一下蹦出来 然后宝宝就在那边 哇这个很好玩 然后我说这个给你 他拨了第一课 很好玩 这是精细动作了 对第二个很好玩 然后就会跟你一起做家务 那妈妈用这样子一个 把原本做家务的事情转嫁给宝宝 而且让他觉得是一个游戏 好机智啊 就是他也没有时间再去搞破坏了 而且还帮你承担了一堆家务 哇哦 精致的妈妈 好聪明啊 就是因为在我们这儿待久了 每一期节目里面都是各种干货硬知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破坏呢 可能是很多孩子都会有的一种 类似天性一样的东西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这种好奇心啊 对啊 对于他们来讲 你看这个可能破坏一个东西 真的就是它创造力的开始 破坏即是创造的开始 对 这句话名言 作为我们这些将来要做爸爸 做妈妈的人 包括已经做了妈妈的人 是 真的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态 破坏是创造的开始 你就会觉得其实孩子也是可爱的 对吧 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呢 其实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专家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方案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所以有些必要的这种家务 其实孩子是完全可以参与的 就是比如说拖地 我们家觉得拖地还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然后包括洗碗 包括现在做一些菜 他其实都特别愿意参与 然后他会跟我说 妈妈你叫我做饭吧 还有男孩子哦 挺好的呀 是 男孩子也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做饭 他还帮我削皮 有一次我真的是 因为他很爱吃 他们现在就已经有了我现在的觉悟 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做家务 让他知道说做家务其实并不是一个任务 你其实不用引导 你只要小的时候 就让他一直参与你的整个过程 那我们比如说连到五岁了 六岁了还没有参与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会觉得做家务就是 你可以帮妈妈一起干嘛吗 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 宝贝你可以帮我洗一下是几个吗 对 他会 然后你心里话 然后这样你邀请他帮忙 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很多时候是愿意来帮忙的 对 然后他会说妈妈你让我帮忙 往往是我们怕他越帮越忙 而说算了算了算了你不要来 因为他帮忙你更麻烦 对真的 他的衣服要湿要脏 然后他切的那些东西一桌 就是你后面的这个擦屁股的收尾的工作 比前面远远要忙很多 所以往往我们是因为不要后面去做这个越帮越忙的善后工作 真的是 所以我们就说就不要了 妈妈来妈妈来就OK了 对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只要前面发出邀请说 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干嘛干嘛 多示弱告诉孩子说 哎妈妈这个真的做不了你帮我吧 对对对 他反而会觉得很有意思帮你 对是的 所以在以色列他们那个杂志上面有调查就显示一个长期长年帮妈妈做家务的孩子比那种不做家务的孩子他将来的他们的失业率是一比十哇 然后犯罪率是一比十五哇然后做家务的孩子他们将来的收入普遍比不做家务的孩子他们的收入要高出百分之二十哇 所以妈妈别嫌麻烦了 可以让孩子的这个意识 但我们把孩子很多的事情大包大栏全部都放在自己这边的时候 其实你是剥夺了孩子很多成长和他去体会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 明白明白 而且是乐趣 对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帮家人洗碗还有帮他们洗菜的时候非常有乐趣 尤其看到奶奶在剥豆啊爹刀豆啊之类的去帮忙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觉得很开心的多多了一件事情 你想我们过家家其实就是在模仿大人 所以你直接参与到大人的活动当中其实是更开心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每一位妈妈都是受益匪迁的 因为面对孩子的很多问题我们有时候过度忧心 所以往往反而是适得其反用错了力变成一个反方向 那家长和孩子们应该是相互的磨合 变成一个宝宝可以接受喜欢的一种相处方式 那像这样子一起做家务 来像一个小游戏一样 哇 这种方式就提高了陪伴的质量 而且呢还可以让宝宝在那边安静下来 并且受益匪迁 对 小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磨合 对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很多人是第一次做爸妈 作为孩子来讲他也是第一次做孩子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不断磨合 不断地寻求一种双方之间的这种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的过程 对吧 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问题都不用怕 我们一起来解决 一起来学习不断进步 让我们的育儿的过程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也让我们的宝宝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教育孩子呢其实是一个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也非常荣幸 非常幸运地能够陪伴每一位妈妈一起成长 一起收获 对不对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种内容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 好 想品质生活 做精致的家务室的主人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自己的困惑或者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 微信和微信公众账号 包括我们的小程序通加以后和我们进入线上的互动 关注我们的微信呢 也有机会邀请靳群 和我们的专家达人一起互动 一对一的这种机会哦 小玉也在这等人品哦 好 那我们最后锁定江苏卫视的周一到周四的傍晚 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拜拜